强大的捕捞能力 远远超过了有限的资源再生能力 从1983年开始 大黄鱼已经无法形成鱼蜇 到了70年代的后期 这个鱼就消失得很快 一下子就没有了 80年代他们统计这两栖都登 所以跟70年相差差不多20倍 那在90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到 现在如果你能吃到野生的 那基本上就恭喜你 中了500万的彩票大奖 由于产量 市场上非常稀少 甚至难得一见 野生大黄鱼的价格 在几十年里 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70年代中期 两毛五分期 80年代初期 已经到了四毛五分 80年的后期 大幅度上价是十几块 几十块 90年的初 20年前已经达到300块一斤 而如今 市场上野生大黄鱼的价格 真可谓堪比黄金 因为一条两三斤 种的野生大黄鱼 生长周期 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因此大小不同 价格差异也很大 大黄鱼价钱比黄金还贵来 一斤的话 它是才三千多 两斤的话就是六千多 上一斤就是一个档次 四五斤重 五六斤重 一万块一斤 那四五万块一条鱼 造型法告诉我们 它最近也正在为寻找一条 真正的野生大黄鱼发愁 博物馆里之前保存的 大黄鱼标本 由于年代久远 已经腐烂 为了重新制作标本 它正四处托人 寻找野生大黄鱼 这种情形 让曾经盛产大黄鱼的代山 显得有些尴尬 同川路水产市场上 惊现鲜活的大黄鱼 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这鲜活的大黄鱼背后 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人工养殖技术 又给大黄鱼带来了 怎样的改变 在野生与养殖之变中 大黄鱼的未来又在何方 请继续收看 真实第25小时之 探寻黄金鱼 加拿大的纽芬兰鱼场 曾经是世界上著名的 四大鱼场之一 以盛产雪鱼而出名 但是在连年的四亿捕捞之后 纽芬兰鱼场的鱼业资源 渐渐枯竭 2003年 加拿大政府 值得彻底关闭了纽芬兰鱼场 看到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的是 消失的野生大黄鱼 还会回到我们的身边吗 设置组决定前往周山市下属的 另一个渔业大县 圣寺县继续探寻 在到达圣寺的第二天 我们决定在县城里碰碰运气 看能否找到野生大黄鱼的身影 几经寻找 我们还是未能如愿 却意外地碰到了 从上海前来收购 养殖大黄鱼的承销商 陆海斌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 石邦法所在酒店采用的大黄鱼 正是他从这里的一个养殖场 收购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由于野生大黄鱼产量的快速下降 我国开始进行大黄鱼的人工繁殖实验 大黄鱼育苗是在1976年就开始 到了85年 育除苗的第一批苗种 成功在这个情况下 变成了这个可以繁殖不轻 到规模化的育苗和产出的话 经历了超过15年的时间 到1990年的时候 可以成规模化的这个产出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跟随陆海斌 来到了位于盛寺县绿化社区的 大黄鱼养殖场 养殖场的老板柴国良向我们介绍 现在养殖大黄鱼 基本都采用深海网香养殖技术 每年的4月 他们从福建宁德买来体型较大的 大黄鱼鱼苗投入网香 进行近半年的人工喂养 在当年的春节前就要全部捕捞完毕 如果捕捞不及时 过低的水温就会造成大量死亡 而为了能够使人工养殖的大黄鱼 口味更加接近 衍生大黄鱼 它们在食物链上可是下足了功夫 人也可以吃的 人也可以吃的吗 真的可以吃的 里边看到有红的黑的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那个红的黑的都是小鱼里面的锅头 像那个一个网香的话 一次要喂多少鱼 10桶 10桶 一网香要吃10桶 早上5桶 那个下午5桶 要400桶 400斤 一天吃400斤 那成本很高啊 那成本是很高 不是实话说嘛 鸭鱼吸鲜鸭水嘛 我们这里的水质很好 水流很挤 它像用洞鱼一样 每天在锻炼 肉质很好 跟野生大黄鱼虾比的话 没有什么区别 而盛氏鱼场的自然条件 更为柴国梁的深海养殖大黄鱼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流水 这个海鱼呢就是水深 它这个潮流节 它水深有大多10桶 是平均水深 然后呢它的流涩 潮流流涩的比 能够达到4米的流涩 而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啊 整个环境你看到啊 这个环境呢 整个是4米都是跨水 因为这里是盛氏这个鱼场的中心意思 由于养殖成本较高 目前柴国梁的养殖规模并不算大 每年可人工养殖大黄鱼50吨左右 大锅销往上海地区 就在我们询问野生大黄鱼生存状况的时候 台风海葵席卷而来 摄制组不得不暂停拍摄 回到上海 摄制组组继续寻找 有关野生大黄鱼的线索 在采访中 年近六旬的张阿姨 主动与我们聊起了大黄鱼 也许是大黄鱼 在老一代上海人心中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张阿姨和她的朋友们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 当年大黄鱼进入上海的盛工 这里是黄浦区中山南路附近的老码头 也是当年上海滩最热闹的水产码头 以前这个码头相当相当繁忙 原来这里的渔船 渔船是一到半夜里两三点钟 停的很多很多的船 一到了以后马上跳板 就搭在上 搭了上马就跑跑过去 都整在那框里 一框一框里朝朝里整 他们捕的鱼基本上都卸在这里 卸在这里完了以后 经过这里再批发出去 如今铜川路水产市场 已经成为上海市民 挑选海产品的首选之地 在众多门店中 一个销售鲜活大黄鱼的商家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张阿姨说 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鲜活的大黄鱼 大黄鱼像众多海洋鱼类一样 离开海水就会死亡 那么这里鲜活的大黄鱼又是从何而来呢 经过多番询问 店主才道出其中原委 这些鲜活的大黄鱼 都是出自宁波市象山县的一个养殖场 为了了解这背后的秘密 台风海魁刚刚过去 设置组就立即出发前往象山 位于象山县北部的象山港 是全国著名的渔业生态港 虽然不如周山渔场那般名声在外 但这里出产的象山海鲜也被众多地道的上海食客所熟知 几经曲折 我们终于找到了做鲜活大黄鱼养殖的林阳光 台风海魁给象山县的养殖户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不过一谈起大黄鱼 林阳光还是显得有些兴奋 冰夕的其实市场上很多 但是活的确实很早 那时候那我就有个想法 能不能活的做成到市场里面去 那那个杭州 上海 我们大城市里面能吃到这种海鲜 这个想法才去试的 那也辛苦了三年左右再搞事业什么什么 和那么总算现在到现在为止 成果率都挺高的 基本上达到98%左右 为了使大黄鱼出水依然存活 林阳光采用的都是水深仅8米的网像 这种潜海养殖技术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黄鱼的出水存活率 但是从象山到上海的路途有300多公里 如何运送鲜活的大黄鱼 才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我这个鱼拖到岸边 然后站到水车上面 从货车上面 然后用火水车 再拉到上海 差不多从唱首开始到上海 差不多要8个小时左右了 我们嘉宾 鱼装到上海 好好的 没事的 怕就怕什么 那种往于那个采卵过后 也在拉到牛本那种 最怕那种 尝尝的蟹一条一条一条 对啊 那水马上就昏掉 等两三个小时 像奶排射一样 蒸到就去养掉 它在里面都好像缺少养缝嘛 看到这个情况 那水不行 马上整盘水放掉 新鲜水加进去 还好好的就一跌过来 不然的话 一下一个小时就没有了 在林阳光的养殖基地 我们又见到了 通川路鲜活大黄鱼的店主 陈爱蒂 戏聊之下我们才知道 两人原来是夫妻 林阳光负责巷山的 大黄鱼养殖 而妻子则直接负责 上海门店的销售 夫妻二人一唱一鹤 把鲜活大黄鱼生意 做的是风生水起 我自己家 其实有一百个网香 加上全部老百姓家 起来差不多有 筛切割到四切割 总采量差不多 也就四十万斤鱼 这里的鱼呢 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我来卖的 卖到上海杭州去的 一般因为都是在八月份开始 一直到这样年的五月一号前 这段时间比较旺季 甚至最好呢 应该是端午节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上海不是有一个 吃那个山王的习惯吗 王九啊 王蒜啊 王鱼啊 如今从育苗养殖到加工销售 浙江福建等地大黄鱼的养殖技术 已经相对成熟 也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 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 还可以出口至日韩 欧美等地 更重要的是 这种人工养殖技术 避免了大黄鱼这一物种 面临消失的尴尬 尽管有些老一代的食客 依然觉得 养殖大黄鱼的口味 始终不如野生的纯正 但是部分专家却比较青睐 人工养殖的大黄鱼